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老范 今天咱们讲讲苹果也开始放贷款了 对吧,就有一个标题叫互联网的尽头是贷款 这个苹果也开始走这条路了 贷款干嘛呢,买苹果设备 或者是做一些苹果内部的支付 那你说不对啊,我们原来买苹果设备不也可以贷款吗 也可以分期付款啊 这个一直就有这服务啊 怎么又又搞了一次呢 以前啊,这个服务呢,是由银行提供 比如说,哎,我今天要在苹果店里 他买一台这个,这个叫Mike Studio啊 这个,比如我做视频啊 我要买个Mike Studio 那么这种东西啊,是由比如说招商银行啊 或者是什么银行啊 他给你提供分期啊 然后呢,收你一个手续费 这个这种东西呢 啊 这种东西啊 这个啊 他呢,是 时间比较长 比如说我用半年啊 用一年啊 或者用多长时间啊 去做这个啊 付费 我比如说我买了个一万多块钱的东西 或者两万多块钱的东西 然后呢,我比如分成啊 两年啊 每年啊 每个月一期 然后比如说24期慢慢把它还完 然后呢 在这个里头呢 要还利息 要还手续费啊 这个原来都是银行在做 就是我们以前也用 但是现在呢 苹果说 咱自己干 咱自己干 啊 这个我自己给你放这个贷款啊 所以他们出了一个啊 就是WWDC上呢 宣布了一个啊 新的服务 叫Apple Pay Letter 啊 这个就是苹果支付 晚一点啊 苹果晚点支付吧 或者叫Apple Pay Letter 啊 做了这么一个啊 奇奇怪怪的东西 大家知道啊 苹果其实一直比较克制 就是八年前啊 苹果就出了这个Apple Pay 然后呢 这个现在呢 已经有90%的美国的这种啊 零售商都支持Apple Pay了 但是呢 真正最挣钱那块 苹果其实没上 最挣钱那块是什么 就是放贷款 咱们看国内的这些支付啊 哎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啊 这个叫做微信支付 有没有放贷款的功能 可能也应该也有 但是你像这个支付宝的花呗 不停的让你去用花呗 就是要放贷款给你 因为这个才是真正有利润的地方 这个利润是什么 就是利息嘛 那我们还这个贷款 是要给利息 那么现在呢 苹果说这个啊 就是这个八年啊 都没有上这个功能 啊 没有挣这笔钱 为什么呢 他怕把自己名声做臭了 就是苹果特别特别珍惜自己的名声 那你说这次为什么又上了呢 这一次呢 他上了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类型啊 叫apple pay letter 这种东西呢 叫呃 就是叫持后支付啊 持后支付 它是一种啊 比较新的一种贷款类型 这种贷款类型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周期很短 一般大概也就是四到六周啊 时间很短 他不会像刚才我讲的 是半年啊 一年啊 三月啊 啊 或者是这个两年啊 不会有那么长的周期 他收期非常短 然后呢 没有利息 没有手续费 就是你比如说 我是用一万块钱买了一个这个iphone 然后我如果用apple pay letter 他一般大概是分四期啊 然后呢 用四周还是六周的时间 把这个四期都付掉 没有手续费 没有这个啊 利息啊 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逾期了啊 比如说这个 我到第六周 我没还上 然后呢 逾期了 逾期了以后呢 大概也会扣一点钱 但是那个钱呢 一般也在十美元以内 就是比比较少啊 或者说就是一百块钱以内吧 啊 就扣的钱也不多 那你说这不是吃力不讨好吗 那你做这玩意干嘛 你说你还 对吧 有这个啊 风险 因为有些人拿了钱是还不上的嘛 大概现在美国人也测算过 就是他们有类似这样的公司 也做类似这样的业务 他们呢 大概是有30%的人是还不上这笔钱 啊 你还要承担这个风险 对吧 然后这个你还要给大家做这么多的事情 你需要做这个信用审核 需要做这些事情 你还没有利息啊 还没有手续费 那你说你图啥 对吧 这个图的就是你能够提前消费 啊 能把东西买走 对吧 你比如说他通过这个Apple Pay Letter 对吧 那么这个啊 苹果自己就可以多卖掉很多的iPhone嘛 对吧 原来比如说我这个钱不太凑手 我可能就不能马上买 当你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服务以后 你看哎 你未来六周之内够钱 你就可以买啊 分四七去买就好了吧 而且还不用是付手续费 不用付利息 那可能很多人就愿意买这个东西 那么他iPhone就卖的很好 他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工作的 对吧 也很神奇啊 也非常非常神奇 那这种东西如果他给别人用 比如说哎 我苹果啊 我我把这个Apple Pay Letter 我在你那儿允许买这个PS5 假设是这样 那这个是怎么办呢 就是索尼付钱 就是你希望多卖掉PS5吗 哎 我给他用Apple Pay Letter了啊 啊 我来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钱谁付啊 索尼付手续费和利息 哎 这个他是这样来做 就是由这个卖东西的商家 因为我使用了这种叫 持后支付的这种服务啊 导致我的东西卖的好了 对吧 那么你这些商家你要付钱啊 你这个商家你要付钱啊 他们呢 可能就是啊 这边一付钱啊 一买 你就直接把这个啊 完整的钱就付给商家了 哎 你比如一万块钱的一只iPhone 假设是这样 那么我比如说找商家收啊 3% 假设是这样啊 300块 那么呢 这个啊 这个你下了单 我就直接把啊 9700块付给这个苹果 啊 剩下300块你自己扣掉是你的手续费 对吧 这个 然后呢 这个用户给了你多少钱呢 比如分4期啊 他先给了你2500 然后呢 剩下三期啊 每期2500 每期2500 然后慢慢慢慢再付给你 对吧 这个他是这样的一种过程 然后在6周啊 4到6周之内 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吧 然后呢 再把剩下的7500块钱付给你 如果他都付完了 哎 你就挣了300啊 他是这样的一种奇奇怪怪的这种商业模式 对 但是啊 真正付钱的是谁啊 付钱的是这个苹果自己啊 就是他为了卖iPhone啊 他付的这个钱啊 付的是什么钱 300块钱 说我要用这个啊 叫持后支付的这种啊 叫服务啊 我来付这300块钱啊 付这300块钱的目的是为了多把iPhone卖掉 他就整个逻辑是这么捋过来的 而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干这个事 特别是这一时代的人啊 就是95年和这个2000年之后这个啊 出生的人特别喜欢用这个服务啊 特别特别喜欢用这个服务 而且呢 很多的这个啊 其他的这个公司也在开始提供类似的服务啊 比如说美国呢 有一个叫叫Klama啊 C-L-A-M-A 啊不是K-L-A-M-A 不是C 是K-K-L-A-M-A 还有叫after pay 就是这个以后付钱啊 还有一个叫啊 阿菲 A-F-F-I-R-M 大概有这些公司啊 都是这叫先买后付公司啊 他其实基本上是采用这样的方式 而且呢 还有一家公司就是真正的巨头啊 也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是谁呢 PayPal 呃就是这个马斯克原来创建的那家公司 PayPal 他们呢 现在专门有一个服务呢 叫叫pay in for 就是pay in 在这个四啊 pay in for 他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就是你用了这个服务以后也是这样的 就是你是分四期来付这笔钱 这个商家啊 愿意来承担这个成本 你说哎 我希望在我的店铺上 开通这个pay in for的这个服务 那你就要付这个手续费 哎 比如深印啊 深印这个电商平台说哎 我希望这个用户可以在我这儿 哎 享受这个 用paypal付款 然后付完款以后呢 哎 可以享受这个叫先购后付的这个服务 哎 他就可以开通这个pay in for 然后开通完了以后呢 再去干嘛呢 再去这个啊 付手续费给paypal啊 他是这样的一个大的过手 然后呢 这个苹果的这个apple pay letter 也是这样的 就是现在呢 可能大家主要是用的这个啊 苹果自己的这个产品购买 你可以用的啊 但是以后呢 说哎 我我现在这个啊 也希望大家来使用啊 我这个是小商市 小小小小超市哎 我这是个饭馆啊 我也希望这个用户来使用这个 这个啊 apple pay letter 这个服务啊 那你就要跟苹果签约啊 说我我想干这个事 然后呢 干完这个事以后呢 你就要给苹果付手续费 是由商家来付啊 不是由个人来付 是由商家来付 要自己消费 这个呢 就是估计是要一家一家去签约啊 这个如果有听我节目的做电商的啊 那么你们就可以想办法去签约了 对吧 签这个paypal啊 info或者是这个啊 apple pay letter 会提高你们的销售额的啊 会提高你们的销售额 可以多卖一些 因为咱们核心是要把东西卖掉吗 而且呢 这个那你说苹果为什么敢干这个事啊 paypal为什么敢干这个事 很简单 他有你的账号 你的苹果id在哪 然后你日常到底是怎么去这个消费的啊 你到底里头存不存钱 你里头有没有绑信用卡 什么这个事 苹果知道啊 他可以给你做评估 评估完了以后说 OK你这个人是靠谱了 咱就干吧 对吧 我愿意放紧放贷给你 因为现在这个叫apple pay letter 大概是一千美金啊 应该是给每个人放的这个额度 就是起始额度是一千美金哎 那么后面可能没准我们用的多了 还的好了 再慢慢涨 这个事不一定 哎 就是我们又可以找一个地儿去做这个啊 信用消费了 又可以找一个地儿做信用消费 因为放贷款这个事啊 他其实分几步啊 大家要想清楚 第一步是什么呢 第一步是这个叫做啊 要有钱 你要放出去的你肯定要有钱 所以呢 叫第一步要解决一个资金池的问题 但是对于苹果来说呢 应该还好 因为他自己有的是现金 那现金都迂出来了 对吧 他有的是现金 所以呢 他有资金池 那么第二件事呢 叫做啊 风险评估啊 就是每一个人来去借钱的时候 你要来决定借不借给他 这件事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你要有大数据 像这个当时支付宝的人跟我们说 啊 我们这个做花呗 那我们的坏账率非常低 我可以用很低很低的利息 啊 他们还没有做那个完全无利息 啊 他说我可以用非常非常低的利息 来给你做到这个事情 对吧 那么那么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的风险评估非常精准 有一些这种小公司 新的公司说啊 我能不能创业干这个事 你每一个用户 你去买这个风险评估数据 你就买不起 买完了以后 你如果买的不准 你的这个坏账率上升 你可能就赔钱 赔得很厉害 因为你这个利息没法收太高 像以前我们在东南亚 做这种这个啊 小额贷款 现金贷也好 消费贷也好 当然我们那时候叫消费贷啊 不是他这种啊 pay letter的这种模式 为什么 就是我们是撒远的 然后呢 也是要有利息 而且利息非常高 利息是多高呢 是日息啊 这个比如说百分之一 对吧 他是这么来做的 那么这个就是你如果快速的把它还上 你就可以啊 你像撒月的那种可能没有那么高 撒月的可能是日息百分之零点几 或者千分之几 但是这个什么的啊 这个有一些是做现金贷的 现金贷一般都是日息百分之零 百分之一 啊 那个是非常非常高 甚至我还见过日息百分之二 什么叫日息 就每天寄一次利息啊 每天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利息 你想每天如果寄百分之一的利息 就算是单利啊 不算负利 那是多少钱 那是年利息是百分之三百六十五 对吧 你借一百块钱到明年 你还的时候 你得还这个四百六十五块钱 因为你得把本金还了 然后那个利息就是一天百分之一 对吧 一天一块钱 一天一块钱 一年三百六十五块钱 对吧 加上一开始本金这个一百块钱 所以你借了一百块 然后过了一年还四百六十五 那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利息 对吧 那你说你们这帮人怎么怎么这个黑心啊 对吧 怎么能够给这个高利贷呢 对吧 这么高的利息 怎么怎么可以这样啊 还真不是啊 还真不是 这个现金贷的这个高利息是怎么算出来的 就是因为他坏账率太高 而且呢 这个现金贷一般的周期都很短 现金贷一般的周期大概是在这个一周啊 一周就是你比如你借了一百块钱 然后你最后还的时候呢 这个还一百零七啊 或者一百零六 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啊 这个呢 对于大家来说就就觉得没什么关系啊 你或者说你比如你借了一千块钱啊 最后还的时候呢 还了多还了六十块钱 相当于少吃了顿饭啊 这个事儿大家是无所谓的啊 这个现金贷干嘛使呢 我们管这玩意叫payday用 对吧 叫叫叫这个啊 叫发新日贷款啊 就是当你到月底了啊 青黄不接了 你已经把这钱都花完了 然后呢 你去借那么一两千块钱 然后呢 把这个最后这个一个礼拜 或者三五天把它混过去 发了薪水赶快还啊 然后呢 再多付个几十块钱 啊 撑死了一百块钱的这个利息啊 那这个事儿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那个现金贷基本上干这个事 对吧 像我们以前啊 就是在东南亚做这块呢 就是他的这个啊 坏账率高 所以必须要用一些比较高利息的这种啊 产品才能把这个坏账才能背回来 但是像苹果呀 像支付宝啊 像这些 包括像微信 就是他有大量的交易数据在他后台存着 你可能用苹果手机用了多少年 然后你所有交易数据都在回来存着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啊 信誉到底是有多少分这个事儿 人家算的明明白白 所以他这个坏账率就会很低 他就敢干这样的事情 说我不要利息 不要这个什么 甚至啊 他找商家收的手机费可能也很低 他就可以开展这样的活动啊 开展这样的服务 然后挣到更高的利润 这个项目开起来以后呢 啊 我相信这个苹果整个的利润率会急剧的上升啊 就整个这个年利润会非常非常快的上升 因为这一块应该属于叫服务收费 服务收费 那么所谓的服务收费呢 就是我不是卖手机了 而是卖了一个具体的服务给你啊 他应该去年是200多亿美金的服务 服务性收入 那么这个项目开了以后的话 他可能能够直接到翻翻都是很正常的啊 这个事是 就现在西方国家 Apple Pay已经非常非常普及了 那么下一件事就是谁愿意说 我愿意付点手续费给苹果 希望我这的销售额上升一些 那么苹果后面就坐等着收这笔钱就行了 对吧 能到那去 你用苹果手机的人 其实按道理咱们原来讲 就是所有用苹果手机的人 都是相对比较有钱的人 对吧 这个支付能力比较强的人 所以这个苹果做这个事情呢 已经算是 比较这个什么了啊 比较十拿九稳的了 你如果给安卓手机做这个事 比如Google Pay 谷歌钱包啊 你做这个事 你说这个谷歌我也干这事行不行 它的风险就要高很多 因为用安卓手机的人 比用苹果手机的人穷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这就是穷 那么这个事呢 可能就会难一些啊 这个用这个谷歌啊 做同样的这个工作 它的这个叫做什么呢 它的坏账率就会上升 但是你说谷歌 我做这个人工智能 对吧 我做这个深度学习 我做的比苹果好 我可以把这个坏账再降回来 那是苹果谷歌的事 这个事呢 我感觉啊 谷歌大概率会快速跟风 就是苹果出了这个叫 Apple Pay Letter以后 谷歌呢 应该快速的跟上去 可能未来的几个月之内 就会跟 因为现在在很多西方国家 就是这个Apple Pay 跟这个谷歌钱包 是在竞争在打仗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苹果突然多了个服务 对吧 我可以让这个店家的销售额上升 那谷歌怎么可能落后呢 你要落后的话 可能就会 在竞争中就会失利嘛 今天呢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 一个苹果推出的 有趣的金融小产品 而且但是别看它小啊 它可能会为苹果 赚出这个叫超额利润来 对吧 只会让苹果挣到巨大的一笔钱 而且真的让苹果在这个线下支付这一块 彻底站稳脚跟 然后逼着谷歌不得不跟随 冒着这个巨大坏账率的这个风险 然后也只能跟啊 这就是苹果做的这个新 新的这个叫Apple Pay Letter 具体哪天能用上啊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在美国啊 在国内我估计它是用不了 国内的Apple Pay是必须要绑信用卡 啊 它不可以让你直接直接自己用 因为美国它是有 包括美国自己还有那个苹果卡吗 啊 国内没有 国内这个我估计它也不太会打开 对吧 现在这个包括这一次这个啊 蚂蚁金服务啊 国家整治它的这个要求是什么 国家整治它就是支付就是支付 金融服务就是金融服务 必须给给我分开 对吧 你不能这头支付那头做金融服务 像蚂蚁金服最后做了什么 你支付了 对吧 然后那头给你放贷款 然后另外一头呢 我还给你做理财 你可以把钱搁在里头 然后我来去做理财 对吧 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干了 那么国家说你不行 你蚂蚁金服 你就必须老老实实的想清楚 说你支付的公司 就老老实实做支付去 然后呢 这个放贷款的公司 就老老实实放贷款 然后做金融的 去做金融 包括保险 因为前面管了松的时候 他自己什么保险 什么这个东西他全干 对吧 后来说你这个眉毛胡子一把抓 是不行的 因为大家知道做支付的时候 里头会有一个东西是什么 叫沉睡现金 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把这钱付进去 然后那头那个钱还没花掉 那么这个钱实际上 我们会临时存在这个支付宝里 或者存在Apple Pay里 那么你那头 比如说我拿这个钱出去放了个贷款 行不行 按道理说这个事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银行牌照和银行资质 对吧 那么其实是有的 就是蚂蚁金服自己是有银行牌照的 但是国家是不允许说你不可以干这个事情 你收的这个钱 就得按照银行的管理方式 放在银行的一个托管账户里去 然后银行再用其他的这个钱 再吸收了储蓄 吸收了存款 然后再去放贷款 你必须要分开 而不能是说像互联网公司这样快速运转 说我这收了笔钱进来 然后那头没出去 然后我这边放贷款放出去 对吧 但是你说我放完贷款以后 人家可能也没着急花 那我可能又放了一份出去 我可能是这叫存款准美金 就我这可能存了一块钱 然后放了八块钱出去 对吧 那么这八块钱里头可能只有一个人啊 着急忙慌的把这钱花了 然后那头可能他把这个钱还回来以后 剩下七个人再慢慢花 所以我就可能有一块钱就可以放出一堆钱去 就是蚂蚁金服前面就是因为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 然后最后国家说你不能这么干啊 我要收拾你 然后这个马云说这个银行是当铺思维 是这个什么呢 其实也是在说这事 因为银行的是 第一运转效率很低 就是蚂蚁金服说 我可以搞所有这些啊花火 而且我还能保证不翻车 这个是最大的厉害啊 不是说这个别的 他可以保证不翻车 我可以保证说我做的所有这个东西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都是都是这个啊 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来给大家做啊 这是蚂蚁金服真正强的地方 然后呢银行说我不行 我这个呃 只能我自己干啊 第一个是只能我干 你不许干 就是我这个账上有一块钱 然后放了八份贷款 这种事只能我干 你不能干啊 就算你有银行的这个资质 然后呢 你也得在我的监督下干啊 你自己瞎干不行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银行其实是没有像蚂蚁金服 像苹果这样的呃 大数据能力 或者说我可以去啊 精准的去预测谁会还钱 谁不会还钱 哪笔钱是安全 哪笔钱是不安全的 他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只能用一种很很就很笨的办法来去 说啊 我今天把钱放出去了 明天把钱收回来了 啊 只能干这种事情 然后呢 你每放一笔钱 他需要进行非常啊 繁杂的这种啊 慎盒啊 每个人签字 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事是特别痛苦的 而且还经常做不准 对吧 银行 银行也经常放坏账 经常还做不准 像蚂蚁金服就说 我可以啊 有更高效率的方式来运软这个事 但是不允许 国家不允许 啊 说你有巨大的这个金融风险啊 但是蚂蚁金服的那个确实风险已经很大了 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蚂蚁金服卷动的这个银行里的钱 总数大概是中国GDP的三分之一 就是你GDP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所以他是不能出事的 他一旦说这套系统出事了 崩了 就为什么国家最后一定要把他摁住他 当然这个马云嘴太臭是一个原因啊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那个钱实在太多了 实在太多了 就是你一下把这个中国GDP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然后整个拿出来去放贷款去折腾这件事了 对吧 而且这些钱是哪来的 好多钱是银行给的 对吧 那么这个事是有问题的啊 这个事是有问题的 扯的稍微有点远了啊 扯的稍微有点远了 哎 这个就是一个新的啊 一个新的这个啊 苹果推出的这个叫 apple pay letter啊 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叫互联网的尽头 是放贷款啊 好 感谢大家收听 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啊 参加我们的discord讨论群 再见